好棒啊 好棒啊 肉汁爆發 大家好 我是Mira 為了讓喜歡旅遊、喜歡韓國的小蜜蜂們 可以有一個更加即時交流機會 我開了一個Facebook的社團 叫做Mira與蜜蜂兵團一起玩韓國 大家可以在社團裡 分享你們在韓國的所見所聞 你們推薦的景點或是你們覺得好吃的食物 都可以和大家分享 而我本人都會在社團裡和大家交流 更加都會有不定期的社團限定小福來送給大家 大家記得快點過來我社團玩吧 大家好 我是Mira 大家好 我是Mao 然後可能大家一看這影片 會覺得我們的妝版有少少不同 我們去了整頭 順便化妝了 因為我們化了一個Idle Makeup 所以近一點有點誇張 但是並不是這次的重點 我們今天呢 因為貓是隔了七年來韓國 所以來韓國一定要吃什麼呢 韓牛 沒錯 所以今天打算帶牠來吃韓牛 其實這間餐廳是我們剛才做的 那個老闆介紹我們去的 我們等一下留一套 打算狂吃韓牛 有沒有期待 超期待 因為我只吃過和牛 然後我 就是對韓牛完全沒有概念 就是 很好吃 軟 然後雞化 喔 好吃 超級肉的 我是幼食女子拜託 然後這家是蠻有名的 所以叫150 好期待喔 到了到了 就是這裡啦 好漂亮喔 Korean Steakhouse 有韓嗎 有 有沒有很美 喔 已經聞到牛香味了 真的很膠質 我覺得 好漂亮喔 在這裡 很精緻 這個150 給大家看一下環境 遠看其實你真的會以為是鋸跑的地方 然後下地玻璃 沒有下地的 但是大玻璃 然後因為吃牛的 宵夜會大味 所以我們那些內套啊 頸巾全部都是它會幫我們保留的 我覺得不錯 因為通常就是會 可能它會給你一個膠袋 但是這裡就直接幫你收起一件樓 通常是一些比較高級的餐廳才會幫你做 所以它這裡是想形容一個高級的餐廳的感覺 是 也都感覺到的 通常呢 韓國所有的水呢 都是這樣一壺的膠瓶 對 但是它們是這樣 而且是Diamond 好 哇 開心 因為貓說它想喝紅酒 所以我吃到好吃的牛肉 我一定要配紅酒 不然我覺得 對不起那些牛肉 我覺得它們因為做到比較steakhouse的感覺 所以呢 是會有紅酒 你一般是沒有? 對 那剛剛好 所以現在我一定不得 你一定不得 對 拼的 不得上來 一點點 對 對 那貓說要喝紅酒 沒錯 現在開始吃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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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吃嗎? 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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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通常吃韓牛呢 都是會有專人幫你燒 我覺得這個是非常之好的一個服務 因為韓牛是太... 比較貴的肉 所以我覺得餐廳老爸 是不想我們 可能有一點燒焦 或者浪費了肉 所以是專人會有人幫我們燒 搭一鍋飯給韓牛先 不知道在幹嘛 好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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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旁邊的蒜好吸引喔 剛剛你吃飯我吃肉 這兩個都吃 好香喔 我在等到什麼時候熟 很想不吃 所以我這個店也很帥 所以我這個店也很帥 有熔餐耶然後喝了腿這樣 對 沒有我就問他可以上鏡嗎 然後我就可以 我以為你是問他幾歲 沒有啦 它很像steak 真的 因為平常是不是有剪刀你知道嗎 它很有sense幫我們切三份 對啊 但因為他這麼有sense 我要拍一下他 等下一個拍多小就這樣 哇 真的有肥窩 唉唷 好我不客氣了 我剛才試它完美 我不點任何的調味料 因為他們用的韓牛 全部都是一家家 就是韓牛裡面是最高級的那種 看看 肉汁爆發 我們每次吃一顆 然後呢 哥哥就會這樣夾一顆過來 我覺得這裡的服務是很好 我覺得好像在吃顏色 如果我們轉刀叉的位置就是吃了 好吃 好美味 我吃過這個是 安心 嗯 可以吃可以吃 你看它有給我 它很美味 它是長期的 站在這裡 真的很好吃 我真的覺得我全世界最好吃的肉就是牛 而且我發現它故意不同的熟度 我剛剛第一塊是最熟的 中間第二塊是沒有那麼熟的 第三塊是最熟的 其實這剛剛好 真的很好吃 可是這很多好吃 我覺得是雙點 只是隨便 好 好 現在是第四塊 是超生的 我覺得它這樣 好像吃鐵板燒的時候 它不是會在鐵板燒燒燒燒燒燒燒 哇哩耶 好嫩喔這個 好嫩 這好好吃喔 好牛喔 你知道有人特別到日本偷和牛的精子嗎 然後被抓起來了 這是日本人嗎 還是外國人 不是外國人啊 這是偷去別的我家嗎 對 你想像一下他要怎麼偷 因為我很常看Yuma的影片 他不是會烤肉嗎 我就看他們只烤那幾片 應該是和牛吧 然後就想說為什麼幾片薄薄的就夠了 真的吃起來是太融化太油 就幾片可能五片左右就夠了 我喜歡 所以我覺得如果你要這樣比較的話 我覺得韓牛是它不會到太膩 我比較喜歡韓牛耶 可是我太久沒有吃牛排的和牛了 我最近都是吃什麼壽司燒那一種 更薄 而且你是那種去燙的所以可能 又不一樣 又不一樣 我有點忘記喔 我回去要吃一下 我覺得是取向的問題啦 其實都好吃 嗯 買什麼 乾杯 乾杯 OMG 原來它是醬油 裡面的樣子 這是生的螃蟹 然後是你不吃的東西 我沒有 我不吃螃蟹 阿 可吃啊 好喜歡啊 我超喜歡吃的 完全不明白 好 你就不用理明 我就是完全不懂啊 蘸油蟹 你真的 我真是懶啊 你真的喪失了一個享受美食的機會 我們吃完牛肉 然後想再點起來 我們打算點冷麵 然後我就說我忘了喜歡吃起司 然後她說你想吃我會吃 但我會吃一兩塊 又會吃一兩塊 所以就是想吃 沒有必要吃你點我會吃 我這間我最喜歡吃它這個 它很軟大 好大 吃不肥耶 這個其實我可以吃很多塊 它比較水感 就是它不是油的 清爽的 好吃的 好我們吃飽飽 然後它給了一本小雪糕 你這樣看是不是油很大呢 但是呢 你這樣拿呢 就很細粒了 好了我們吃完了 其實我們本來是打算點三份肉 然後再點點飯 湯啊麵 以為是會很不飽 但誰知道我們剛才吃完之後 是飽到不得了 我好怕你做什麼 覺得蠻好吃 本來它覺得第一隻肉是蟹咬 我家鮮味有點粗 但誰知道是因為它不同的部位 每一個脂肪越來越多 所以它是最滿意 最後面那一隻 其實我也是 我覺得那個級的脂肪 對我來說 因為我不喜歡吃的太膩 所以我覺得是剛剛好 所以我也都推薦大家 其實蠻好吃的 蠻好吃的 好了今天的韓牛分享就到這裡了 希望貓也喜歡這次的韓牛 好吃的 就是它有不同種肉 看你喜歡吃肥一點的還是瘦一點的 對 還是喜歡配紅酒的 我覺得就是想要看氣氛 可能就是韓國風一點的話 就是平常一般可以吃的韓牛 像西餐一樣的高級韓牛 那這邊都不錯 靜靜地不會太多人 還有可以來預約的 如果來旅行的大家 是可以用他們的line去預約都可以 好現在我們在叫Tada 好 Tada是像Uber一樣的東西 Tada Tada 好如果最後今天的分享的話呢 你要給我一個like 還有如果想看到的影片的話 就可以subscribeMira的channel 還有貓的channel 好 那好 謝謝大家收看 下次見 下次見 bye 謝謝